大马地区面对这场半世纪以来最严重的水患 慈济之工也遵守了与一名灾区医生的约定 开了快七个小时的车 抵达彭亨州的重灾区 堪灾未问 天位亮 马六甲慈济镇灾车队从会所出发 到达重灾区巴登东姑 要近七小时的车程 天亮时如约定 顺利抵达苏古马的诊所 是一种目标的 让人们的帮助 他们很帮助他们的困难 巴登东姑是彭亨州水患重灾区之一 苏古马医师主动提供资讯请求协助 也找来村长开会陪同志工看灾 一走入村庄 瞒目疮痍 那自理 才要办婚礼 就遇到水灾 所有礼品全泡汤 这地方我们其实要帮助大家 然后有些人的汤 我们要去洗 然后我们要帮助他们的水灾 然后把水灾的水灾都不可以 因为我们的汤 一地的泥泞 带洗的衣物 湿大大的床铺 生活何时才能够恢复正常 灾民们自己都没有答案 而亚沙不被灾情所困 懂得拿水桶除水 清扫家园 她比别人早已不开始 职工送来的也不只是慰问 一包香气饭立刻引起灾民的注意 在霹雳州以保泼达 也有慈祭人震灾发放的身影 这里的住户大多是马来人 这手一家人拉近了距离 彎腰 地上慰问津 更希望能够把祝福送到 村长亚裔又感动 这群不寝之师 送来了温暖 让灾后的复建 终于有了最好的开始 大家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